接下來請各位練習 我們這些練習的題目都是以前做過的題目 你都可以用以前的方法解決 但是我現在希望你練習用功能定理 做工就是能量改變 做工是F乘S等於DeltaE 動能改變或者是衛生改變去做 熟悉一下一個比較通用的 比較有觀念的想法 來,質量5公斤,滑4公尺停下來 摩擦力幾牛頓 摩擦力幾牛頓 哇嘴咧 5公斤,指受摩擦力滑4公尺停下來 有粗速有墨速,所以就有粗動能跟墨動能 然後呢,知道是滑4公尺,就有位移,就求受力嘛 很簡單,就可以算出來了 OK? 打歌,這樣要不要多咧 來,可愛小男生 這裡都是女生耶 為什麼沒有男生 25 25 10 請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10 坐公是能量改變 這題是動能改變 坐公是力量乘位移 所以W等於Delta1 W是F乘S 然後動能就是墨動能-出動能 往裡面帶 力量不知道 位移4公尺 降負號先火做複勾 摩擦力做複勾 莫動能是0 出動能2分之1mV平方 對3就是10 對3就是10 OK 要練習04 練習05 好,就這樣 給出速 給16公尺 有告訴你摩擦力變成求質量 講過就只是位置數不一樣 對不對 你最後應該會用到F等於 MA吧 你大概會需要F等於MA嗎 好 可能要用到它 好 後勒 問題是你也沒有A啊 那怎麼辦 以前就可以求啊 那現在如果用功能定理要怎麼處理啊 OK 功能定理那個2分之1mV平方 對不對 所以會個什麼 會個M嘛對不對 會個M 所以可以求M OK 帥哥美女 停車戰界混 哇吹的咧 可愛小女生 有沒有可愛小女生 要抽男要抽女生 要抽女生就吹個男 每次都這樣 No.4 12 12 2 你說什麼 2喔 B喔 請坐下 你答案選B2 好來 做工就是能量改變 這些動能改變 做工是力量乘位移 W等於Δ1 然後呢 然後呢 力量乘位移 莫動能減出動能 力量呢 10牛頓 衛移呢 16公尺 很好 動能呢 莫動能就是停的 就是零 出動能 2分之1mV平方 就是我要的m嘛 就是我要的m啊 很好 記得要加個負號 表示做復工 然後BANGBANGBANG BANGBANG BANGBANG 啊呦 不用以前的什麼F等MMA啊 不用以前的F等MMA啊 不用以前的方法求A啊 什麼之類的 不用 OK 練習06 這題啊 他說齁 質量10公斤 初速4 往右滑到B會停下來 表示所有能量都消耗完了 現在從B又回到A 還必須要達到4 這要做工多少 想清楚喔 過去會滑掉喔 會不見喔 回來要重新得到 那你要做工多少呢 你要做工多少 你也不用算答案 他只問你A是不用算大於80 用想的就會了 這其實用想的就會有答案了 不見得真的要算出來 可是當然可以真的算出來 我們現在要換的叫做 帥哥男嗎 有沒有帥哥男 又沒有了 每次都一樣 這個人叫做24號 24號 24號的大帥哥 你選A喔 你聽得告訴我你為什麼要選A啊 憑感覺 因為答案是A啊 憑感覺 你錯喔 感覺是通往錯誤的捷徑啊 感覺是通往錯誤的捷徑啊 但是這題你對了 錯工就是能量變化 這裡是動能變化 那原來動能多少 原來動能是80嘛 後來動能是0 所以過去會被磨掉80嘛 過去會被磨掉80 那你回來要怎樣 重新得到80 所以表示要做80 可是問題是你說 你一直給80夠不夠 不行啊 會磨掉 對不對 所以0要怎麼辦 還怎麼辦 要更多嘛 所以答案就是A 因為我從0要變成有動能80 就表示我要給他80 可是他有摩擦力會損耗 所以我要比80還要多 你就知道他要多多少 加倍啊 摩他就會磨掉80 對不對 所以過去磨掉80 回來要得到80 還要加一個磨掉 80加80多少 160 你可以知道他得到160 但是他沒有問你160 不要只要你大還是小就好了 所以答案就是A 這樣就是做完 請你用功能定理解決這些問題 都可以用以前的F等MMA 跟運動學速度時間加速度位移的關係得到 但是希望你能夠了解什麼叫功能定理 會御用功能定理 那是一個重要的 重要的涵蓋面比較廣的想法 希望你能夠理解 OK